最近的跌身反彈行情 臺股到底有沒有 見低反轉的轉折機會跟條件 當然除了股市之外 在投資人當中 也有這樣的商品 是基金的投資 其實基金投資 到底現在是不是一個好的機會點 在這波修正拉回的時刻 之前沒買的話 會不會有好的條件機會 今天我們要好好講 說有一個一站式的基金平臺 可以在這裡讓大家一站式挑清楚 而且還有減便宜的機會 是基附通 最近在推這個好康 的確要讓我們好好的了解一下 不過要先說這個問題 到底現在可不可以就這樣進場佈局 或者是說要不要單筆 狠狠的給他all in 下去 現在是一個好的機會點嗎 我們要先看看這個問題 先說聯準會 最近還在升息循環 才剛剛開始 我們還怕的是呢 他的英式升息的動作 為了要把通膨壓抑下去 所以會更急更猛 雖然這兩天 包主席有說 下次就是兩碼了 不用擔心 不會三碼了 大家放心了一點 但是呢 如果你到年底 你要升個十碼 那怎麼辦呢 我們還是會怕 這時候的股市到底穩不穩 到底現在是真的好的機會點嗎 另外呢 也講到負利率的資金寬鬆 最近看起來就算明目利率減掉通膨 實質利率是負的 但是呢 就算升十碼 實質利率仍然是負 我們還是要擔心通膨壓不下去 聯準會會持續的要拉快升息的步調 用三年逐步的升息改成一年一次到位 這是我們比較怕的 但是呢 有人說這就是市場上最大的恐懼 恐懼是該貪婪的時刻嗎 這一點 巴菲特的名言 齊文姐一定很清楚 常常教大家了 好好的說明 現在該恐懼還是該貪婪呢 沒有錯 就是說其實最近呢 那個對全球基金經理人做調查 認為說現在市場最大風險是什麼 大家都說升息 好那但是呢 就是因為整個升息的擔憂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已經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所謂的恐懼跟貪婪指數裡面 已經跌到十二 你知道十二叫做極度恐懼 這是CNNMONEY所一個做的一個整理 他有幾項指標 好像六七項指標 綜合出來的恐懼跟貪婪指數 這是在這十幾年的這個 全球景氣的變化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參考數據 是好 通常呢 就是說我們看到這種數字 就是類似像 我們看那個恐懼指數 標到四十以上 等於說是最恐慌 他是從零到一百 那現在已經到了十二 就是極度恐慌的時候 但是巴菲特也告訴我們 別人在恐懼的時候 我應該貪婪對不對 所以現在該不該買了 那當然很多人就會說 我們現在已經從牛市 可能變熊市剛剛轉成熊市 可是如果我們投資的心態 時間是比較長的話 其實大家要長線來看 從標普一九二零年到二六年 到現在的統計 通常牛市的持續時間比較長 漲幅比較大 但是熊市的話 他下跌時間其實比較短 只有二十五個月 也是比較小的 好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講 多頭的時間 永遠是比空頭的時間 要來得差 升息這個壓力究竟有多大呢 事實上呢 我們根據這個 Brunberg他的一個統計 他說在過去兩次的一三年 或是更早之前的幾次的升息 我們會發現在升息之前 其實大家都很緊張 所以不管是股票還是債券 都是下跌的 但是在升息 正式開始升息之後的兩季 幾乎都是反彈 不管是股市 是 還是債市 其實都是反彈 但如果再把時間 拉得更長的話呢 其實我們會發現 其實股市反彈的幅度 還是會比債券反彈的幅度 要來的大一些 所以這樣整個看起來的話 他當然在短時間之內 帶來了一些的恐慌跟震盪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長線投資人的話 事實上你不見得一定是會蒙受一個很大的一個虧損 所以我們就眼睛閉下去 就是一直給他報警警就好了嗎 好 那我們再多看一個數字 看大家該不該長報 因為這又是另外一個統計 他說如果你從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然後你就開始去買 那你買了以後呢 你都不賣 都不賣 你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報酬 兩倍的報酬率 百分之兩百 如果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 十年的統計來看 是發現之後就抱著股票的人 到現在漲幅百分之兩百 是好 可是萬一這中間是不是有很多次的震盪 然後你在震盪當中 你把他賣掉 股票賣掉 那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也許等到後面反彈 你又去把他追回來 好萬一你錯過了漲幅最大的十天的話 那你的報酬率剩多少 剩87 差那麼多才十天 少了漲最多的十天 所以那一段十天我沒有持股了 我那時候急著賣掉的時候 就錯過那十天 報酬率差這麼大 那如果你錯過漲最多的二十天 那你剩多少 只剩三十一趴 更是兩百趴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常常講說 如果我們一直想要在市場裡面想要抓 買低賣高買低賣高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可能最後的績效沒有那麼好 那與其如此 那你還不如好好的投資 不要這樣衝來衝去 有時候衝完了 你手續費都不夠了 賠了 所以結論是不要隨便離開市場 是這樣講的 那當然就是回歸來講 就是你是一個長線的投資人 而且你是一個有計畫的 你想要長期去累積資產的投資人 但是與其在現在 不知道要買什麼股票 拿什麼債券的話 其實我還是會建議大家說 用共同基金的方式來投資還是不錯的 其實這幾年 大家已經快越來越認識 所謂的基金平台 因為基金超市他事實上提供大家更多的產品 更便宜的手續費 譬如說像基富通來講 他現在整個銷售基金已經有四千多檔 有四千多檔 在一個網站裡頭可以挑選 所以幾乎全臺灣所有的產品 你都可以買 就是基金產品都可以買得到 那我到底去銀行櫃台找這個理專好好的解析給我聽 他挑過之後讓我挑還是我自己挑 我在這四千多檔裡頭怎麼挑 我搞不清楚 對所以這個就是對很多人來講 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我去銀行李專會告訴我名牌 我來這裡我不知道買什麼 我偷偷的告訴大家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來幫助你怎麼挑基金 好我們今天就稍微來簡單看一下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這邊是不是有一個選購基金 他的網頁的首頁就有 選購基金給他點下去 是好那選購基金進來之後 他有再一個方法 叫我們聰明選基金 我們先做好 假設我現在短期單位投資好了 我們先點單位好了 怎麼挑 好那我們往下看 你會發現這是什麼 因為看到說 現在最看好的市場是什麼 美國 全球 臺灣 他還會幫你分類出來 最看好的 對那這個調查是誰做的 不是我們一般投資人自己亂投票 這是專業投資機構 他們目前對這個市場的看法 那我們整個排序 大家可以看出來 其實大家還是比較看好 美股或是全球或是臺灣 奇怪美股跌那麼多 那竟然看最多 最好的現在是美國的 對 美國的股票 美國的基金 那我們看好美股 那要買哪一檔呢 其實在這邊再點一下 點一下選基金 對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這什麼圖啊 這不是基金啊 沒有告訴我哪一檔啊 然後呢你會有一個電腦游標 我們稍微把它移一下游標 它是會跑出來了 這我還以為是點 我還以為是聯準會的點證圖 然後再移一下 那就會有第二支基金的名稱出來 好所以大家就問這個圖什麼意思 對啊 告訴大家這個圖的意思就是 這邊左邊是報酬率 報酬率 對所以越高越好嘛 對不對 好下面是波動率 波動率越低越好嘛 所以我們原則上就是往這個地方 去找基金就好了 這個四分格的話 要往左上去挑 是因為報酬率最高 波動率最小 對這邊是報酬率 這邊是波動率 這個好用喔 對所以你其實你這個游標移一移 你就可以找一找 你就覺得哪一檔 然後看哪一個名字自己喜歡 就點進去 所以往這邊 往這個角落去找基金就對了 這邊還不錯 你看這邊往這邊還蠻多的 所以點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選了 對啊 所以你就可以跳出好基金 就是說你不用理專啦 其實人家都已經用這個電腦 就幫你選好了 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網站還蠻好用的 大家可以學起來 而且也在這邊可以挑好的基金 的相關商品 但是呢 現在說一站式的網站 而且是一個基金超市 國內的可以挑 國外的也可以挑 現在我要挑的是有沒有好的優惠啊 是好那剛才我們說 成本也是我們要考量 最重要就是說應該起始投資人 應該要持續投資了 那當然就是因為最近整個市場跌得很深嘛 所以大家都沒有投資信心 可能很多人都縮手了對不對 但是基富通他現在就給大家一個優惠方案 就是說你現在來投資 幾乎都可以享受到零手續費 零手續費 幾乎是 那怎麼說幾乎是 我們先說他第一個優惠 就是說如果你只要是新開戶的投資人 或是你是老客戶 但是你有推薦朋友來開戶的話 我都會給你一張定時定額 終身零手續費的庫縫券 終身 對但是呢 這張券的話 你只有一張對不對 你會不是只能買一檔 你可以選十檔以內的基金都可以 所以你只要一開戶 你去設定三檔 三檔基金 這三檔基金 就是終身零手續費 定期定額 但是是零手續費的 那至少我手續費可以減少很多啦 不然你看每一期扣 每一次要被扣多少手續費 對不對 那但是你可能會說 可是我老客戶 我最近又沒推薦人家怎麼辦呢 其實你不要擔心 因為你只要是肌膚痛的客戶 他最近從五月五號六月六號七月七號 他每一個月都會送給大家兩張庫縫券 然後這個兩張庫縫券的話呢 都是單比零手續費 單比的不一樣喔 不要搞錯喔 是單比零手續費 單比要投入 不是定期定額 對 這是優惠的部分 新的優惠 現在股市下跌 我要不要趕快單比加碼 那單比的話 現在其實你就是可以享受零手續費 然後呢 他每個月會給你兩張 然後每一張也是一樣 最多可以選到四檔基金 那就好 不是說只有一張就叫我進來 就只能選一檔 而且還不只這樣喔 還加碼喔 還怎麼加碼 他說如果呢 譬如說你五月拿到兩張 把它用掉以後 那你六月就可以再拿到四張 再拿到四張 對 那如果你六月又用掉的話 我用掉四張 七月我再給你六張 四張再加兩張 等於每個月都有 至少再多兩張給你 但是你前面用掉的話 後面再補給你 那這樣子可以好好的用 零手續費還蠻不錯的 至少是這個 我們告訴大家 這好康在哪裡 大家知道 那也剛好把這個 網站當中也設計得很好 讓大家可以好好的在一頭挑選 但是呢 我也要請教 齊芬 現在是單比的好時機嗎 還是我定期定額比較好呢 好 如果說現在要單比加碼的話 我會認為說 也不要一次買完 可以分幾次 因為可能還是會震盪 市場還是會震盪 那分幾次的話 譬如說以他來看的話 最近三個月 其實他都一直給大家一個零手續費的優惠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分批進場 那當然另外來講 我個人是認為說 其實成長期投資 我還是比較主張定期定額 定期定額 基金的部分比較好 但是也講到 剛剛也提到 你看市場看好 美國 然後台股也有 另外呢 還有最近很夯的這個什麼能源 另外還有包括科技是目前在這個網站當中統計出來 這四項基金是最被大家注意而且點選的 那你怎麼看 你覺得誰比較好 現在選的話 第一個我會認為說 現在不要再去投資能源這類的產品 能源今年最夯最飆啊 對 但是因為已經漲了非常的多了 我覺得已經可能到相對高點 我不建議再去追 那你現在真的要買的話 我覺得還是回去買一個長線值得投資的股市 那還是回到美股跟台股 我覺得都可以留意 好 謝謝七分告訴大家了 這樣子的好看 還有包括現在的投資方向 提供給您做參考 待會兒回到現場 告訴大家 真的已經出現新的轉折 在這個時間點嗎 期貨也出現了新的訊號 因為這一天我們持續關注 期貨的外資轉多 似乎看起來也剛好順應這幾天 台股出現了資金回流 甚至外資回補的這種戲碼 今天外資大買百億 今天外資買什麼呢 待會兒馬上告訴您